距離晚餐還有段時間 他大可和時下餐飲業者一樣 用現成的材料應付 讓自己和員工 從容地把肚子填飽再幹活 但Johnny和許多傳統義大利廚師一樣 牢獵慣了 認為吃是人生大事 一旦爐灶燒熱 出品都得是佳肴 當餐首作絲毫不馬虎 我離開從Sardegna 1966年 去Milano 去工作 我開始工作了 去吃餐飲料 後來一年 我做了我第一次吃餐飲料 後來拍攝了不同的餐飲料 在Milano 在Milano 後來在1973 一碗一碗 一碗一碗 餐廳的名字 Il Baiollo 意大利文的意思是銅鍋子 Johnny在14歲那年 從平脊的南部離島 薩迪尼亞北上米蘭打拼 日赴一日 過去半世紀 每星期只有週日休息一天 我真的不喜歡 但是後來 你試試做得更好的方法 對 現在 我的話是 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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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打誤撞的工作 Johnny竟然做了一輩子 63年的人生歲月裡 他唯一一次長途旅行 獻給了腳踏車撞遊 一行人 尋著古代馬可波羅的足跡 橫跨歐亞兩周 好不威風 Como Como Pecchino Biciclette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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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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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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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计划算性创案 我计划算了 不需要任何人继续工作 我计划算的生活 我计划算了 我计划算了 他们的私人 就有花园 我计划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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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好奇在那四个月当中 最令他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没想到他的回忆除了骑车 还是离不太烹饪 来说你很喜欢前奥 前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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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不兴就是 大筷子 不停 臨 是的 干吗 吃荧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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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乳酪 這就是一個愛 Johnny重塑我們對義大利人的形象 又或者說 其實他代表的是傳統一輩的人 在那個物質條件不勝充裕的年代 單純知足 勤勞 任憤的心靈 我們在伊法邊境 Ligulia省的地中海小鎮Sanemo 找到Mona餐廳 時間接近三點 廚師都要午休 經不起機場碌碌的我們已在拜託 老闆親自出馬 以極為俐落的速度 為我們烤了幾張披薩 兄弟倆合開這家餐廳 歷經31個寒暑 培養不少老客人 專業廚師在義大利很受敬重 老闆說 餐飲業是很有人情味的行業 但兒子並不想接棒 在經濟蕭條的浪頭上 他不懂時下年輕人 究竟在想些什麼 在北京 沈耳 你能夠生存 你必須活動 你能夠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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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倒出了意大利失落一帶的困境和矛盾 就業市場持續低迷 然而諷刺的是 根據意大利媒體報導 全國有超過6000個披薩廚師的 植物玄缺無人地捕 並非待遇不佳 而是太累 太辛苦 這麼說來 在米蘭的瑞典家具餐廳工作 來自意大利中部城市 Pescala的30歲廚師Leonita算是特例 我開始煮了 我開始煮了 我已經15歲了 和我媽媽 因為他們教我很多事 在廚師、在生活中 她給了我一個很高興的機會 去做這個努力 去改變這個努力 成為一個很高興的機會 有時候 它給了一個很高興的機會 在外國的外國 成為一個很高的廚師 像Massimo Bottura 我們外國的榮幸 Leonida在這個開放式廚房裡 負責的工作是教學示範 肩負宣揚義大利料理的任務 我覺得我 有很高興的工作 和食物 所以你還有一個夢想 開放自己的餐廳 對嗎 對 對 這是我的最棒 這是我的最棒的想法 我的最棒的想法 過程中 Leonida還不忘跟我們強調 懂得料理的男人最迷人 看著她在料理台上一絲不苟 專業的示範教學 我們彷彿看到了 義大利老一輩的廚師魂 在這個洋溢現代感的廚房裡 生生不息